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雪芹的故事一书 我们一起来继续讨论一下 《红楼梦》的男一号贾宝玉 在现实中到底有没有原型啊 有一个假说 说是顺治皇帝 那昨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已经否定了这个说法 今天我们再讲一讲另一个候选人 那就是清代著名的词人 名门贵公子纳兰姓德 人生若指如初见 何是秋风悲化善 等闲便却故人心 却到故人心意变 这首穆兰姓啊 是纳兰姓德的代表作之一 纳兰姓呢 在中国文学史上 是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之地的 他是清朝清代的最著名的词人之一 那么怎么会有纳兰姓德 是贾宝玉的原型这样的说法呢 这事要从有关乾隆的一则意识说起 话说呀 乾隆皇帝的大臣和珅 为他竞成了《红楼梦》一书 乾隆读后马上说到 此概为明珠家世作也 意思就是说 这书写的不就是明珠他们家的事吗 明珠是谁 他是纳兰姓德的父亲 纳兰明珠 乾隆这一句话就把《红楼梦》 和纳兰家联系起来了 后来呢就有人考据说 说贾宝玉其实就是写的是纳兰姓德 那么乾隆皇帝的这个推论 是否正确呢 纳兰姓德真的就是贾宝玉吗 来 我们根据周汝昌先生的这本书 曹雪芹的故事 来具体分析一下这种说法的来由 首先书中说了 纳兰姓德和贾宝玉的身世相仿 大家还记不记得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首诗 贾不贾 白玉为堂 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 住不下金陵一个使 东海缺少白玉床 龙王来请金陵王 风年好大雪 珍珠如土 金如铁 这几句俗言呢 被称为是护官符 护官符 这还了得不知道这个官怎么能当得长远 现在凡是做地方官的手里都有一个私单 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 极富极贵的大乡身的名姓 各省都一样 倘若不知道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 别说是官爵 恐怕连性命还保不成 所以叫护官符 这贾家是当年宁国公容国公之后 这使家是宝令侯上书令使公之后 这王家是都太位统治县博王公之后 还有这薛家是紫威舍人薛公之后 献领内府躺银行商 这四家联络有亲 亦损损亦容俱容 互相扶持照应 贾家是四大家族之一 所以宝玉他们家的这个富贵程度 大家从中可见一斑 再说现实中的纳兰家 那就更不得了了 纳兰家是叶赫纳拉氏 大家听起来很熟 就是后来出了慈禧太后的纳拉氏 是地道的满洲贵族 从血缘上是和王朝有复杂的关系 他们家是从容入关 立有功勋 并且是数代承袭官爵 是忠明鼎时之家 什么意思 就是吃饭的时候要奏乐积忠 用顶来盛着各种珍贵的食物 这是形容他们的权贵的豪奢的排场 周汝昌先生在书中说 到了纳兰明珠这一带 明珠呢 是康熙的立一部兵部尚书 就是他立主撤掉吴三桂 等手握重兵的明代降将 少年康熙在他的建议之下 毅然撤翻 引起了一场范维达九省历时八年的大战乱 而在康熙胜利之后呢 清朝是除了隐患 获得了长期的太平 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康熙盛世 也因此啊 明珠可以说是全清朝野 但是 纳兰姓德家和贾宝玉家一样 虽然都有过烈火烹油 鲜花灼锦的辉煌 都是师叔三英之族 但是同样都遭到了撤职抄家的厄运 《红楼梦》中的护官府 并没有保护住贾家永远昌盛 在《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忠 我们可以看到贾府是被皇帝抄家了 那真是呼啦啦似大煞清 树倒狐孙散呢 同样的情况 在明珠家是什么样的呢 纳兰明珠与大多数的封建官吏一样 由于权势见重 也重蹈了把持朝政 被公营私 贪财纳汇的负责呀 从而被御史参合 遭撤职抄家的处分 如此看来 纳兰姓德与贾宝玉的家世经历 果然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那他俩的第二个相似之处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们俩都是情吃 贾宝玉是情吃这事不用多说 他那句关于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的名言 可谓是人尽皆知 而且发生在他身上的最重要的故事 就是他和林黛玉 林妹妹之间的爱情故事 那么纳兰性德的情吃 又表现在哪呢 周汝昌先生从纳兰词中找到了证据 老先生认为 纳兰的词中 常表现出一种 悠悠的深情境界 据传 他原与一个表妹相恋甚毒 不幸啊 此女被选入宫中 从此再无法谋求一面之缘 纳兰性德极为悲恨 郁郁而终 死的时候才只有三十岁 第三点 纳兰家与曹家关系密切 纳兰性德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 曾经同为康熙皇帝的侍卫 二人仅相差四岁 并且共事了八年 交情很深 后来曹寅离开北京到南京任江宁之灶 多年之后 纳兰性德随康熙下江南的时候 还去拜访过曹寅 他们都吉富文采 又同是帝王的进城 并且都与皇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综上所述 把《红楼梦》与纳兰家联系起来 这种说法还有待考证 但是我们确实能够看到 纳兰性德与贾宝玉之间 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创作 也许确实是受到了纳兰性德的影响 也难怪乾隆一口咬定《红楼梦》所写之事 是明珠家之事了 至于贾宝玉的原型究竟是谁 也许曹雪芹的合作者 知焰斋的一段话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按此书中写一宝玉 其宝玉之为人 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 十位曾侵读者 和睦思之 却如真见一宝玉 真闻此言者 一知第二人万不可 亦不成文字已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读到这儿 明天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书 来探索一下 曹雪芹最亲密的合作者 知焰斋 他究竟是谁 他是男是女 他是不是曹雪芹的 红颜知己呢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一起来读书